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同的盛产的好食材 以最近天气凉了之后 芹菜 蒜苗或者是白菜 都是当令最好的 那这个很多现代人 事实上在台湾 吃当令一方面食材取得方便 那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学得各式各样的健康的烹调 所以待会这些健康好生活 就要来分享 入冬之后好吃的蒜苗跟芹菜 那这些辛香料 事实上也隐含着特殊的膳食纤维跟营养素 对于现代人的健康调养 非常的有帮助 好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交手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黄建龙医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钱振宏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严宇圈的女厨神 曾亚兰 大家好 再来是健康好朋友 谭敦池老师 大家好 我先问一下江医师 这个我刚刚讲 古时候的人很有智慧 其实知道季节交替 不同的时节 其实盛产不同的蔬菜 其实不同的蔬菜 吃当令最健康最好 那以现在入秋之后 其实芹菜 蒜苗 白菜 都是盛产的蔬菜 而且你会发现 像我手上这样的芹菜好了 它里头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然后还有特殊的营养素 所以很多时候 它既可以当蔬菜吃 它也可以当辛香料 作为调味提香的这一个用法 其实这个传统的蔬菜 有大家想不到的功能 我们先看一下 它一般的营养素表 100公克的芹菜 它热量很低 它15公克 那碳水化物也不高 所以它热量就是很低 就是因为碳水化物就不高 那它扇子纤维 1.4公克 其实也不少了 那它有点V级 有点C也OK 可是我跟你讲 重点都不是在这里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它含有的芹菜素 芹菜有芹菜素 对 芹菜素 当然有些素材有芹菜素 不过芹菜的芹菜素当然最多 对 那被发现说 它可以复活我们的 所谓的抑制癌症的一个基因 叫P53 它可以让这个基因活化 而且让这个基因 让我们的芹菜素 可以帮助这个基因 整个启动起来 让它抑制一大堆的肿瘤细胞 甚至包括胰脏癌 包括乳癌等等 都会被它抑制 这么神 这么棒 对 这么神一讲完 明天它要涨价 对 现在美国很流行的芹菜 我会去地购买一堆 美国现在很流行芹菜汁 一堆人在喝芹菜汁 那台湾也是这样 一堆人在喝芹菜汁 对 不过坦白讲 大家喝芹菜汁 我都没有意见 只有我们圣诞科病人 我有意见 第四期 第五期的病人 你喝芹菜汁的风险是高的 像我有一个病人才 二十七 八岁 然后他有慢性生育能不全 大概第三期 第三期还没有到第四期 可是他妈妈就很心疼这个女儿 你看年纪轻就得了一个慢性病 就很担心她 整天给她做很多各种各样的补品 后来就听说芹菜汁什么 又多好多好 又可以救肾脏病 又可以做心脏病什么 反正就打了很多芹菜汁给她喝 喝到有一天 她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突然就头昏 那人一看流冷汗 那不舒服 然后叫救护车 到医院的时候 事实上严重的不诊脉 结果一抽血是甲力值过高 造成不诊脉 然后就呼叫我们圣诞科 因为他生活能不好 甲力值又高 所以这个就不容易打出来 你知道吗 一般人我们甲力值高 我们打医疗剂就把它打掉 我们圣诞科病人 对医疗剂反应很差 不保险 所以我们就启动洗顿剂 紧急帮她洗顿 为了喝芹菜汁 所以这个是饮食用 可是打个唱 因为她是肾脏疾病才这样 对 没错 一般人如果喝一点果菜汁 或者芹菜汁 不会这样 当然一般人喝这个 反而因为甲力值高 它容易降血压 不过芹菜对我来讲 是两栏的食物 为什么 虽然它有个好处 它是非十四花科的植物里面 农药降解最慢的 好 农药降解慢 就含比较多的农药 为什么 我们农友一般 它农药的停药 其实是看罐子这样讲 这个要喷的时候 要停药多久才能采收 那农药没有写很细 说芹菜要停多久 什么要停多久 是它没写那么细 它也管不了那么多 所以你如果按照 一般的农药的 这个瓶上面的指示的话 你会过早采收 导致于它的残留量是高的 那我这样讲的话 你会讲说 那这样简单 我就买有机的 对不对 好 问题来了 芹菜里面 它有一个微量的毒素 叫做补骨之素 它是一个光致敏的物质 会让你对光敏感 你吃了它 容易晒伤晒黑 那甚至于当然 也会增加一点 皮肤外的风险 所以理论上 我们吃芹菜 不希望吃到补骨之素 问题是你吃的是有机猪菜 有机猪菜 难免被虫咬 被虫咬了之后 芹菜的补骨之素 就会直线拉高 因为它是对抗虫的一种 自我防御基准 所以你吃到虫咬的芹菜 是有机的很好 可是你吃了就不要晒太阳 好 那我还是可以 回头吃传统的芹菜 但是把它洗干净一点 大概这是一个办法 不过讲到说 这个补骨之素分泌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他讲说 比如说我种一瓦 30公尺的芹菜 他发现瓦头那边的芹菜 被虫咬了 三天之后 瓦尾的芹菜 补骨之素也跟着高起来 反应差三天 他有办法互相联络 你知道吗 我本来因为植物 是没有神经系统的 它居然有办法 因为瓦尾被咬 瓦头 不顾出出跟着高起来 所以有时候困难就在这里 就是它没有伤口 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高起来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吃到芹菜这种东西 扫太阳 还有这一类所有的辛香料 跟叶菜 你基本上都要把它洗干净 葱也一样 蒜也一样 那叶菜也是 对 那尤其芹菜如果它腐败慢一点 买回家 可以不用那么急地放在冰箱 放在外面一两天 常温下降解的速度 比冰箱大概快六七倍 OK 就农药的降解的影响 还是有差 那问一下周太医 事实上从中医的角度 芹菜连叶子都要吃 对 除了叶子之外 它的精米要吃下去 然后顺便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这次主持人要弄上 12月蔬菜俗宴 就是因为 如果说你是在一个 10月左右吃到芹菜的话 因为那时候的风土气候人情 最适合芹菜生长 和最适合某些蔬菜生长 它的农药会比较少 所以当即吃芹菜 当即吃空心菜是 对于农药是最安全的防护 那另外我们其实 基本上对一个 上山采药的中医师 我们当然对芹菜 也要非常的了解 我们要科普一下 科普一下 大家都说要吃到精 其实除了吃到精和叶 那不是精 它是叶饼 它的精已经小到这样 已经缩短了 所以我们是要吃到 精跟叶全部吃下去 它的一个 我们说的黄铜类 微量元素是最多的 而且有些人 他本身就是适合 吃到非常多的芹菜 为什么如此说呢 像我有个病人 他47岁 他就是无肉不欢 什么都要吃到大块的肉 他对蔬菜不是不喜欢 可是他很不喜欢 大家为了说 吃蔬菜会健康 吃蔬菜会降血压 降血脂 去强迫他蔬菜 吃蔬菜 后来我们就建议他老婆说 那不然这样好 他那么喜欢吃烤鸡 那你知道唯一的香料性的 我们说flavor 有香料东西像葱 香菜 什么都不能大口吃 谁大口来吃香菜 唯一只有芹菜可以大把吃 比方芹菜炒豆干 芹菜炒肉丝 我们就建议他老婆说 连他的叶饼 加上那个芹菜叶 塞进我们的烤鸡的肚子里 去做烤鸡的一个处理之后 让他可以顺便吃到烤鸡 顺便吃到菜 他本身是不排斥一些菜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 因为他的一个芹菜本身 他的膳食纤维非常高 刚才张医师有讲了 那边有1.49克的膳食纤维 所以他吃到大口的肉的时候 他的纤维是吃到多的 顺便可以对于 他的黄酮类可以降血压 降血糖 降血脂 还有大家会发现 芹菜叶苦苦 为什么苦 因为它是高甲 高甲会带掉 那个烤鸡的高纳 让他本身的血压是降低的 还有不要忘记 芹菜在中医 还有对于一个香料作物 最特别是 他本身的苦是因为 他可以镇定情绪 对一个胖子来说 镇定情绪让他清醒 我吃太多了 我吃太多鸡了 我要稍微喊个刹车 让他脑部喊 刹车的机制会增加 所以其实芹菜跟肉类的搭配 是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那接下来 好 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个 芹菜的好料理 这个芹菜基本上 入很多菜 对 那这个传统的比方说 我们吃那个米粉汤 咸粥也会有芹菜末 而且我跟你讲 什么东西一定要有芹菜末 贡丸汤 对 菜头贡丸汤 你没有芹菜真的是 没有淋卜 没有灵魂真的 那芹兰今天要芹菜炒这一个牛肉丝 对 就是炒牛肉丝跟豆干 这个是一个非常家常的料理 那我们这个肉丝有腌制吗 肉丝我就用了一点点酱油 米酒跟胡椒粉稍微的腌制一下 还有太白粉 好 那喜欢牛肉的就做牛肉 喜欢猪肉也可以 可以用猪肉 然后呢 因为我今天也有准备了一点红萝卜 我要吃一点点红萝卜 红萝卜本身就比较不好熟 所以我们就先入锅去炒它 好 然后这个是很家常的五香豆干 对 五香豆干 那今天蒜头我没有把它切成蒜末 因为蒜头我们也可以整片吃 那平常时候除了你刚刚要炒肉丝的这种 台湾芹之外 你会用这种西洋芹吗 会 我也会用西洋芹 西洋芹用在什么地方 西洋芹我会炒高级的料理 干贝 西洋芹炒干贝超级好吃 真的 真的 因为干贝的那个鲜甜味会带出 因为西洋芹跟台湾芹的口感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是比较脆口的 那西洋芹 那个台湾芹的味道是比较重 西洋芹是没有味道 所以它可以整个吸附海鲜的味道 就会很好吃 好 然后我们现在拌炒一下蒜末 对 蒜末 然后我会把现在把它剥一边 然后我把我的牛肉丝放下去炒 好 肉丝就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去烤 其实你今天备的这个菜 不但是家常菜 这个也很便当菜 对 也很便当菜 它不会 味道不会变 对 这个大部分的人口学研究有发现到 是吃这些新香药的人 比较不容易得到口腔来食道 芹菜分析 芹菜分析 它还有那种黄酮类化 所以藏芹菜就是卖油最类的血药 要带你煮端去进去 其实是很像 这就是它有这样的血压的作用 然后我们豆干可以用另外一边 我们把它稍微的煎 如果你喜欢吃有一点点 比如说 比较干一点点的豆干的话 我们可以在旁边稍微煸炒 有一点点的口感的话 其实煸炒一下这个口感更好 对 口感更好 而且我其实自己蛮喜欢吃台湾芹的 因为很多人很怕台湾芹的切味 但其实台湾芹只要稍微炒过 它的切味就不会那么重 但是它的脆脆的口感跟水分 跟膳食纤维也是非常好 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锅子内的食材 都让它搅拌 没错 然后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酱油 好 好 然后让这个酱油入味 然后炒香 对 然后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酱油胡椒 对 然后再来一点点少许的米酒 米酒 芹菜最后才下 对 因为芹菜它很容易熟 所以你太快放的话 它很容易就软掉了 对 就软掉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糖 不要让它那么死咸 好 酌量的糖 对 酌量的糖 好 然后你看非常的简单 那喜欢吃辣就加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加干辣椒 那不喜欢的话 我们就不要加也没有关系 对 如果小孩不吃辣 到这里也OK 对 那如果你喜欢有一点辣椒香 你也可以用大辣椒 然后把它切细丝也可以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下我们的芹菜 这真的很简单 这真的很简单 对 非常的下饭 对 这个亚兰热炒店上这个 对 真的很快又很诱人 对 稍微拌炒个五虾 因为芹菜它还有余温 它会 你千万不要炒太久 它余温会让芹菜更熟化 最后我们上一点点的乌醋 对 让它稍微提香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香油 这样就可以上菜咯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咯 芹菜它有很多好处 那芹菜在以前的话叫做药芹 为什么叫药芹呢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药理作用 除了前面讲的好处之外的话 它其实对我们心脏科来讲 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它会降血压 第二个的话它会降血脂 芹菜分析它含有那种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的话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会阻止我们细胞钙离子进去里面 那如果钙离子不能进去的话 这个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血管 那个肌肉细胞 它就没办法收缩 所以它会放松血管 那就相当于降血压 所以它跟我们的那个传统的 有一个血压药 大家最常听到就是麦幽 这一类的血压药 钙离子的关系 其实是很像 这就是它有降血压的作用 另外它还有全面提到 钙离子 钙离子其实也会降一部分的血压 那这个之外 它有两个 第一个它有维生素C 还有它有一个矿物质的C 那个C字十字旁一个西方的C 那这两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尤其是那个C的话 它的抗氧化能力是 维他命E的50到100倍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这种两个成分的话 在我们体内的话呢 能够预防我们那个胆固醇的那些堆积 甚至有那个氢血管的作用 所以它会降血压又降血脂 这里就想到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病人 他之前就是高血压他来看我 他的血压 第一次来门诊看到170、180 他觉得说他走路来嘛 他才紧张 我说好那没有关系 那你回家量血压 我们通常也建议病人在家里量 那因为来诊监 会有所谓白袍血压的效应 那他在家里量 那他就在家里量 两个礼拜给我看 他真的也还是高 在家里他都会还是160、170这样子 那甚至还有到180的 因为他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他就不想吃药 他说他可以做很多运动啊 然后他知道很多养生的东西 他觉得他想要从食物 从运动上着手 我说最好还是建议你用药 不过你真的不想吃 我只能希望你就想办法 把你血压控制好 然后他后来 他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来 大概过了半年多 有一次他来我门诊 那怎么好 好久没来他就来 我以为他跟我讲 他血压控制很好 结果不是 他说黄医师我今天早上起来什么 我觉得我左边好像握力比较差 然后又麻麻的 我听说 我觉得你这个比较像中风 然后我说你赶快去急诊 后来急诊的话 就给他切那个电脑断层 然后那个神经科去看他 那个时候他急诊量大的血压 大概197块200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他就真的就收住院 后来他就跟他讲说 黄医师我这么努力养生 他包括他有吃我们讲的这些 十字科蔬菜包括芹菜这些 他说市面上所有的养生的 他能做的他都有做到 怎么他还会中风 我说基本上你要看你的身体情况 我们这些东西对一个健康的人 是很好的 可是你如果已经有病 而且你的血压 我们平时门诊就量过 你都是在170左右 这种属于第二级第三级以上的高血压 你如果不用药物来帮你的话 你光靠一个食物的话 其实它的功效有限 反而会抱成现在这样子 所以从此之后的话呢 他除了养生 我刚才讲说那个还是可以做 但是你乖乖的跟我们配合好好的吃药 这样才是好的 所以如果你血压是140 有点危险边缘的 你可能饮食习惯改一点 然后生活习惯改一点 你可能就可以空到130了 但是你如果170要拉到130 就很难了 这个时候可能药物先帮助你 然后你再慢慢去改善这样子 那问一下前医师 芹菜的纤维也是比较粗的 所以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能吃吗 我现在讲一个案例 就是我有一个病患 她差不多一个80岁的老太太 然后她来就诊是因为她差不多半年这段时间 她常常觉得消化不了 吃东西都肚肚 一吃完之后都说痛也不是很痛 然后她胃不太舒服 事实上她就不太来看医生了 因为她知道只要来找我们胃肠科 就是可能会请她做胃剂 她就会害怕 很多病患都是这样子 她的话她的小孩就是说去药局 帮她买胃药 还特别指名买那种就是非常昂贵的胃药 非常好的胃药 就是致酸剂 然后她吃了那些致酸剂之后 她觉得也没有改善 那一般像这种胃溃疡 有时候吃个致酸剂之后 都会觉得比较舒服 可是她就是没有 她吃了大概三四个月的胃药 还是都没有改善 所以她等于是她的家人 就带她来就医 那我跟她说 那像你这样子 这个半年来都这样胃都不太舒服 我还是建议你要照个胃镜 她就好吧 那就我们就帮她麻醉 之后呢做了一个胃镜检查 胃镜检查起来 她实际上没有什么溃疡 也没有癌症 但是她是一个慢性的胃发炎 而且她我们叫做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 胃萎缩掉 整个胃壁变薄 她是因为长年下来 慢性的发炎之后 整个胃壁的皱折都消失掉了 那像这样子慢性的萎缩性胃炎的病患呢 她不太会分泌胃酸 不太会 她的胃我们本来就是要分泌胃酸 那分泌胃酸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像已经慢性的萎缩性胃炎的人 事实上她胃酸反而是低的 这时候你去吃那个制酸剂 不会比较好 根本没有效 她这样子的病患呢 她事实上可能要补充酵素 或者是用其他的药物治疗 那我们就告诉她说 你是慢性的萎缩性胃炎 那像常见的原因是幽门螺旋感军感染 但是这位老太太 她可能还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她可能长期是吃素 吃素的话 她其实长期下来 她的纤维石补充是特别的多 那她早期牙齿很好 可是后来七十岁之后牙齿变得比较差 她不太好咀嚼 咀嚼的话 就有时候咬一咬就吞下去 那事实上她长期来说 会造成胃的负担 会比较大一点 那可能是这样子下来她的胃呢 因为可以简单 或者是她食用过度 她的胃的病变薄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建议她就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现在叫她改次婚 她还是要吃素 那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吃 像这种纤维质高的食物 你就应该把食物切碎 尽量切得很碎 或者是把它煮烂 烹调方式做一个改变 那比较软烂之后 她吃下去之后 会比较容易消化 沙糖可以去温润 它的蒜的造型 利用那个沙糖取代味精之后 清光眼也比较安定了 在网络上去找到一个资料 就是说 大蒜被姜汁加苹果醋 有个清雪露 那个是网络的传闻 并不是真的有实际的疗效 今天是刚刚讲 辛香料常常有特殊的营养素 像芹菜上面有芹菜素 那美国癌症协会 基本上他们研究 其中一个植物抗癌素 那里头可能 潜藏着很大的 这个营养素的是大蒜 那大蒜里头实际上 确实有一些成分跟物质 对于现代人来讲 是有帮助的 没错 其实对于大蒜的研究 美国其实做的蛮多的 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大蒜研究之后 他发现大蒜里面 有些会臭的硫化物 可是对的人很有帮忙 包括蒜素 艾乔安 包括一些类黄酮素 比如说刚才讲的芹菜素 它有少量 它有胡鼻素 它有洋梅素 那它有一些分酸类 像对香豆酸 它同时它有一些矿物质 它甚至有一些锡 芹菜在我们的树栈里面 那锡含量算是比较高的 那它维他命有A B1 C1 这些东西 很多耶 所以吃大蒜蛮不错的 所以其实在大规模的人口学研究 有发现老是吃这些辛香料的人 被证实比较不容易得到 口腔癌 食道癌 胃癌 所以这个它还有大肠癌 这个都有一致的效果 而且所有的人口学研究 都得到这样一致的结论 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人不敢吃大蒜 因为吃了有一个味道 然后觉得好像对别人不礼貌 或者老婆嫌他臭你知道吗 对 不过这一点也可以用来 我老公吃大蒜真的就是全身臭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合理的 刷牙一下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 它是从体内发出来的 没有没有 真的是全身臭 因为瑞典的军方做过这个研究 他找了一队的军人要去丛林中作战训练 那一队的人吃大蒜的胶囊 大蒜素体验的胶囊 你以为一队给他吃这个所谓的淀粉 真的大蒜 假的 淀粉 那两组就进去大蒜 做完这三天之后 把衣服脱光来数那个被虫咬的点 你发现吃大蒜那个 因为毛孔会冒出大蒜素的味道 你知道吗 所以吃大蒜素这一组 就比较没有虫咬它 真的喔 吃到假药这个淀粉的就 最重咬得很厉害 你给他吃大蒜防小山 真的 防小山 防小山 这是心用法 文章里面没有人这样写 这个铁定是很有效的心用法 我今天讲完 明天这个要热卖 对 怕算要热卖 像我有个病人 因为我们台湾人出国旅行很频繁 可是常常被人家嘲笑说 我们是上车睡觉下车买药 对 那很多人尤其去美国 就觉得美国的医疗很先进 那就买了一堆药你知道吗 那我一个病人 有一次他就是 买了一些药拿来给我看 那他买了一个大蒜素 而且花很多钱买喔 而且不便宜喔 所以我把那个大蒜素打开来一文 我就跟他讲 你这是假的 为什么 他就很不服气啊 为什么是假的 我跟你讲 有一次我参加外贸协会办的这个 西德的所谓的生计的访问团 参观一家全世界大蒜素原料生产 市占率占70几%的药厂 70几%是绝大多数 对不对 那他就在介绍他们家流程啊 做专业啊等等 讲半天 我就举手问他说 这个大蒜吃完都有味道喔 你们能研发一个没有臭味的大蒜素 对 他说有啊我们试过啦 那做出来了 然后吃下去完全没效 欸 真的喔 表示他那个味道可能就是他最有效的地方 对 所以 而且大蒜假 在美国买的假的大蒜素 这不是新闻啊 你去看大概2015年 纽约州的检查 总长检查他美国四个通路 的像大蒜素啦 银杏啦 这些比较贵的原料做成的 这些保健食品 结果发现很多都是空的 里面是含量是零耶 不是含量比较少耶 那我想请教一下 大蒜如果他营养成分这么高 是吃生的比较好 还是说他煮熟了 他的营养素就会减少 他只能耐热到180度啦 所以你不能把它加热到180度 不然的话大蒜素就被破坏掉 对 而且同时你整颗下去 他煮黑 那个叫什么大蒜 蒜桃糖 或是大蒜 这个水龟 那个做法大概没效的 因为他把整个大蒜整半丢进去 那这没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 大蒜素的产生是蒜氨酸 碰到蒜素酶 那两个合成 会催化成大蒜素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你要破坏这个大蒜 你要么拍碎它 你要么切它 那你把它整半丢进去 吃香味的 没有这样的效果 那问一下周太医 那这个市场上可以买得到各式各样的大蒜 其实像我很明显的觉得本地的那个蒜 那个香味是不一样的 那进口的蒜 其实那个风味是有差的 事实上以这个季节来讲 容易比方说感冒的季节 蒜头也是一个相当好的食材选择 对 因为大蒜本身通称就叫做什么 土里的抗生素 那张医师已经说了 在战争时候 我们去口服大蒜之后 会达到一个抗菌 抗病毒 抗维生素 可是在很多地方都去做的研究是发现 不用我们只要把它种在土里 会让这个环境的周遭的维生物 和病毒细菌的密度会被下降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 欧洲在黑死病的时候 甚至不用种 你在你的屋檐下面挂了一串大蒜 不是在防女巫或防鬼魂 是在去抑制它旁边周遭的细菌 就如同是其实前一阵子非常红 大概红了五六年吧 日本甚至夸张到把它脚贴大蒜 好像有贴有保佑 为什么贴了大蒜之后 例如鼻腔 黏膜 还有一个身体的皮肤的吸收 达到对于安神 睡眠 抗感冒 关节痛 咳嗽 好像对于它会有一种安定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小朋友的治疗 我们也非常希望老师或家长 可以用大蒜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附近有一家 大型的一个教会型的幼稚园 它是很特别 它是非常庞大的 不是那种二十个人的托儿所 它是两三百人到五百人的一个幼稚园 那那个园长是我的老病人 他是说每次到了诺罗病毒 每次到肠病毒季节变化的时候 小朋友都还带过来 因为爸妈又要上班 一两天发烧好了就带到学校 其实不是怕穿给小朋友 是老师自己很怕 因为小朋友 对着一个老师 他说老师店就中标了 就我们就跟老师讲了 就跟园长讲了说 我们要不要用个方法 就是我们把大蒜去熬粥 那大蒜熬粥很 boring 很无聊很枯燥 想要怎么吃呢 好我们就大蒜 那大蒜熬粥 那大蒜熬粥就是很简单 就是把大蒜切了 或是把蒜拌整个 先让它融化洋化 它就很像马铃薯 咪咪桑桑的味道 对 加上蒜熬粥还有粥 但是如果家里妈妈 为了一个海洋的永续经营 还有就是环保的关系 你不要去吃到蒜熬粥 没关系 丁香鱼 因为丁香鱼是咀嚼的时候 对小朋友牙口好 对肠胃科来说 小朋友肠胃一好 肠道好 免疫系统好 果真那个秋天之后 中秋节本身来说 它半年一年都没有任何的 停课的一个疫情 所以其实它是有大幅度的改善的 入秋入冬之后 就开始有蒜苗 蒜苗 蒜苗 蒜苔 蒜苔 蒜头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蒜头就是百合科的 那你说水仙不开花是装蒜 这些后雨大家都知道 它就长大之后呢 它有一个小的幼儿期 叫蒜苗 蒜苗就是吃香肠啦 吃什么乌鱼籽都配的 好 再接下来它就是开花了 对不对 开花的蒜苗灰 就是蒜苔去炒 非常好吃 炒完之后呢 上面都焦掉了 它枯萎掉 下面蒜头 我们就整年都可以吃的 然后蒜头本身的抗生素浓度 是十分之一于抗生素 所以你只要吃十颗蒜头 就得吃一颗药的意思 所以大蒜如果发芽 不是坏掉还可以吃 只是它的蒜味会变差 对 因为那个芽可能就是会消耗掉 它其中一部分的风味跟营养素 那接下来谭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做蒜香煎鸡腿 对 老师因为很养生 所以把它去皮 然后去掉鸡油 那留下来的鸡肉的部分 老师腌了哪些料 就是蒜泥跟黑胡椒 还有一点点的酒 那什么样的酒 其实就是一般的米酒就可以了 米酒就可以了 对 那老师现在爆香蒜头跟洋葱 也都是整颗的蒜头 对 我是有把它切块 因为我的这个蒜头是比较大颗 所以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这个腌制过的鸡肉也可以在这里拌炒 然后这个时候老师还准备了大的番茄把它切块 因为我们的水分要来自于这个番茄 对 而且番茄洋葱非常大 对 真的 然后这个四季豆是比较难熟的 所以我们就先下来 老师今天还准备了几个椒 像红椒 黄椒 青椒 糯米椒都很适合搭配 那再搭配一些佐亮的菇跟玉米笋 是 然后我们就只加一点点水 因为我们这个是再加的话是可以用烤的 所以我们的水不要太多 玉米笋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下去的 所以这个菇跟这个都可以这时候都下 那胶比较不用那么长 胶可以最后再下 但是菇这个时候也可以让它下跟拌炒 对 然后盖上锅盖稍微焖它 焖它的同时请教一下黄医师 这个过去很多劳力秘籍工作的 比方说很多司机工人喜欢吃香肠配大蒜 事实上这个也是有道理 因为这些劳力工作者 他如果没有吃肉类的话 他比较没有体力 他会喜欢吃各种的肉类 那猪肉是最常被吃的 那猪肉里面还有很多的维他命B1 那B1这个东西要吸收的话 其实它跟大蒜的那个蒜术结合的时候 它的那个身体吸收效率非常的高 那这样子进去的话 B1我们身体所有的氧化代谢来源 很重要的一个辅酶就是维他命B1 所以病人的话就 那些劳力工作者的话 基本上就比较能够恢复它的体力 因为它的那个整个新陈代谢 会变得比较快一点 然后它能够排除它的一些 那些身体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废物 一些残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对了 但是呢 如果说那个你大蒜的这个东西 像刚刚前面讲过 如果你把它加热以后的话 它那个蒜术可能会被你破坏掉 所以可能的话 生吃我们会觉得生吃 或者你把它打碎来吃的话 会比你煮来比来比较好 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 大蒜这个东西的话 它在体内的话 你生吃的时候 它在我们肠胃道 会抑制我们一个细菌的作用 如果你吃很多红肉 你在体内会有所谓的亚酵 或者胺内的化合物 那个对癌症 对我们心血管其实是不好的 那大蒜生吃的话 就有这个功能 它能够抑制细菌 把这些胺内转化出来 所以它这一方面的话 它对其实不管对癌症 对我们心血管都有帮助 但是讲到这里 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 一个也算是有趣的例子 我有一个年轻人 他30几岁 他就心肌梗塞 那他在出事之前呢 他其实他就是淹酒 然后那个大鱼大肉都来 因为年轻人 他是一个卡车司机 然后他一定 一定都会需要这些东西 那因为他妈妈 觉得他这样子 生活的作息实在不好 就每天会念他 说你叫他少吃烟 少吃久 然后那个少吃那些红肉 等等等等 年轻人嘛 他就说不会啦不会 但是因为被念久了 他也会觉得很烦 后来有一次 他的那个朋友 从网路上去找到一个资料 比如说大蒜配姜汁加苹果醋啊 能够清血路嘛 然后他就很 他就很 他就很开心 他就说 你看我现在 我朋友告诉我 有这个秘方 我现在可以吃这个的话呢 应该会对我的心血管就好了 你就不要再念我了 所以他从那个之后 他就每天早上就出门前 他就一定要这样子打来喝 其实他跟我讲说 那个真的非常不好喝 那为什么会变成我的病人呢 因为有一天他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 他们在 他们就是等于是说在 那天工作完 然后去夜店里面去狂欢 然后去那边吃吃 那突然间他就痛到 整个人昏倒这样子 然后叫医生就昏倒 那他的朋友当然吓到了 赶快叫救护车 那导管做完 他就清醒了 我们给他看 说你血管现在有一条血管 已经全部堵掉了 那我们要给你干嘛干嘛 然后他就说 医生 我每天都有喝那个大蒜香汁 跟苹果醋 我的血管怎么还会堵掉呢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我等一下做完以后 我再好好的跟你分析 后来那个查房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知道你的胆固醇多少吗 那个低密度的 人家低密度的胆固醇 你的是280几 正常人 总胆固醇大概200以上 都算高了 你是低密度的 就已经280几 我说你这个是家族性的 高胆固醇血症的话 你不可能靠一个食物这样子 更何况你的生活作息 我刚听你妈妈讲 你生活作息非常的不健康 光靠那三样东西 绝对不会帮助你 而且那个是网路的传闻 并不是真的有实际的疗效 所以我们只是要呼吁观众 就是说食物这些饮食 生活作息其实是非常好 可是你要了解 如果你身体 是有一个疾病的情况下 你应该先去找医生 让医生帮你判断了以后 你该吃的药 你还是要吃 对真的 那这个同时 我们谭老师的这个鸡肉也蒙好了 对 那其实呢 这个时候就只要再放红黄椒 然后呢 这个再加一点绿色的糯米椒 好 后面可以加了椒自己调配 对 那椒因为熟得快 对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爽脆的口感更好吃 对 所以不需要非常长时间的烹调 对 再来是黑胡椒 对 我们黑胡椒就多一点 对 然后呢 我们就让它稍微再熟一下之后呢 就是全熟了之后 我们就加一点柠檬汁让它提味 你最后还调了一点柠檬汁 柠檬汁 对 就让它更开胃 对 然后呢 这个吃起来呢 就会有那种烤的味道 去油脂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它里面的蒜香柠檬汁 它蒜汁加的是多的 对 但是不要忘记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味食道逆流 可是谭老师非常聪明 他加了很多 第一个 他加热过了 对 把蒜辣素减低了 第二是他加了非常多温润的食材 包括番茄 包括甜椒 去减低它的刺激性 所以我们说的一个蒜是发物这东西 在谭老师的一个菜肴里是不成立的 那大家很怀疑说 蒜这东西到底发什么发呢 我们的意思是说 发会让旧疾复发 我举个例子 我是过敏的人 我对于比方说 我对海鲜过敏 可是蒜不是过敏原 它是刺激物 我过敏了 我吃海鲜过敏 可是我吃的蒜会让我小病变大病 所以蒜就是发物 那它的发是发在哪里最严重 我们说蒜那么好可以治白病 它会伤害在发在目 伤眼睛最深 为什么 因为蒜本身是对刺激口腔黏膜 鼻腔黏膜 肠道黏膜 还有眼睛黏膜 所以很多人晚上吃非常多的蒜之后 他闭着眼睛 他又不喝水 然后你要知道眼睛的一个空气氧气交换 是从张开眼睛 它的养分很难到血液里面 到眼睛的血液里面 所以他闭着眼睛 第二天起来 他发现眼睛开始红肿 结膜过敏 长睁眼 所以对眼睛不好的视力 比较不OK的 我们不建议晚上吃那么多的蒜 那像我一个病人 他就很特别 他每次很特别的是 他眼睛 他有一个是要非眼压高的慢性青光眼 但是他每次眼睛一吃蒜 发了以后 他这里就长一颗鼻子 他鼻子长着手心这么大一颗 那我们就跟他说 你就不要吃蒜就好 偏偏他都非常爱吃蒜 每次发了之后 他就去点药水 点了药水 眼压青光眼消了 这个又长了两个月 所以每天周而复始 那你也知道蒜 我妈就煮蒜 你叫我不吃吗 那我们就跟他说 好 那你就学客家人 客家人为什么吃很多蒜 他蒜的汤 蒜头鸡 烧酒鸡 还有的菜里面 他会加砂糖 砂糖可以去温润 他的蒜的造性 所以他的食物里 他请他妈妈 利用那个砂糖取代味精之后 从此他这个地方 大概花了半年之后 他慢慢平掉了 而且他的青光眼 也比较安定了 所以我们对于蒜来说 他的伤眼睛 我们是可以有可解决之道 只要你第一个 不要吃生的太多 第二个 你可以加上其他食材 去解低他的发性就好了 那问一下茜医师 每天酌量的摄取一点算 对于预防胃癌也有帮助 那讲到那个胃癌 我有一个案例 我觉得印象深刻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时候是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跟着主治医师 他是胃场科医师 他一个很资深的教授 学士非常渊博 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小医生 就一床一床查房 后来查到有一床 原来那个病患是得什么病 我印象不深刻 反而是他有一个访客来探病 他的访客来探病 好像是亲戚关系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主治医师呢 就对着那个访客就说 你呢是有没有糖尿病 他就说我没有糖尿病 然后我跟大家说看一下这个图片 当时这个访客呢 就是在他的脖子的地方 在脖子上就有黑黑的 黑色黑黑的色素成绩 他这个叫做黑色肌皮症 有时候都以为是生生 就以为是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 很多有些人比较胖的 体重比较重 他有时候脖子或腋下 就有这个黑色素的成绩 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然后结果那个主治医师 转过头来对着我们教学 他说前医师这个会有胃癌 这有可能是他是有胃癌 他如果不是糖尿病 他可能是胃癌 他就跟他说 因为你身材是不胖 然后你也没有糖尿病 那事实上这个黑色肌皮症 事实上是一个胃癌的一个表现 因为胃癌呢 他是他会产生一些 自体免疫的抗体 他跟我们皮肤 有些交叉作用 他在我们的皮下的 真皮层的时候 有一些 他会造成色素的成绩 他这是一个癌症 在皮肤上的表现 真的他后来就是去做胃镜检查 真的是胃癌 真的是胃癌 对 趕快帮我检查一下 我又没有 好害怕 其实这是很不常见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印象深刻 就是说这个原来 这个黑色脖子 这种黑色肌皮症 跟胃癌有关 真的 那问一下江医师 刚刚讲大蒜可以抗发炎 所以在台湾慢性病患者 基本上也可以这一个养生摄取 在研究里面 大蒜的干燥粉末 用到600到900毫克 几乎等于一颗血压药的强度 它又比较Beta Blocker 就是像Konco那样的药 或者是比较ACEI这些药 它几乎等于一颗血压药 所以像好好的吃这1% 的确是可以降低你的血压 那血压又分为两种 一种叫原发性高血压 一叫续发性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 占了95% 台湾大概95%的人 都是原发性高血压 我跟你讲 原因事实上是不明 我们都搞不清楚 它不是遗传病 请大家不要误会说 不是遗传 它不是遗传病 可是原因不明 可是重点在什么 重点在后面下面 这个续发性高血压 因为它是可被治愈的 它有时候来自肾动脉狭窄 有时候来自荷尔蒙性的问题等等 它是或者是肾功能不全 那这些东西 你不发觉出来 你把它当第一个原发性治疗 你给它吃一辈子药 就是浪费掉 就会永远没有 而且还浪费 没事多吃那么多药 不止 像我有个病人 37岁到我门诊来看 结果一问诊 在门诊量血压 210 下面120 这感觉快中风了 对 结果你一问 这个人16岁就血压高 那其实16岁血压高 那时候开始 就应该要去查 刺发性高血压 可是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他就是看着断断续续 他觉得吃药 不吃药也没有不舒服 吃药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他就摆着 那到37岁 我们怀疑他是刺发性高血压的时候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最后发现是肾动脉狭窄 而且更糟糕是因为他等于20年了 所以他肾动脉狭窄 那一侧的肾脏已经萎缩了 所以我们后来进去放了一个支架 把那个肾动脉狭窄打开 然后血压就下来 而且刚初下来的时候 下到血压 他连90都到不了 因为他突然间掉太低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 即使把他血压问题解决了 可是单侧那个肾动脉狭窄 导致于肾脏缺血那一部分是 20年过去了 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那个肾脏已经变小了 所以他只在一边肾脏在活 其实越年轻的 太年轻产生高血压的 跟太老产生高血压的 都不像是原发性高血压 这些人比较像是次发性高血压 所以他撑到37岁 有发现病因 其实也是不错的 至少有抓到 对 真的 那问一下黄医师 那血栓 在你们心血管医生的定义里头 称之为沉默的杀手 为什么 大蒜它分析 它有一部分的成分 它有点类似那种香豆素那种东西 那香豆素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传统的抗凝血药 叫Kumati 那个药物的抗凝血的作用 所以本身大蒜来讲的话 有的人吃大蒜 如果你还有跟有些药物的话 会产生交互作用 譬如说如果这个人 你有在吃抗病毒的药物 抗凝血的药物 或者是降血糖的药物 它都会影响你这些药物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的话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甚至你要跟你的医生讲 如果你有固定长期 一直在吃大蒜这种东西 当然偶尔吃是没有关系 我先拿个插 所以像那个亚兰刚刚炒菜 加几片蒜片 那一般来讲不会影响太大 我们指的是有的人已经交往过 他每天一定要固定吃 甚至于买那种药物的 那种大蒜的那种来实力 但是他如果吃浓缩的 蒜素的保健品 然后又吃降血糖药 他就可能会有干扰跟影响 对他可能 但是这个东西大前提是 你必须要吃有效的 像刚才我们那个江恩师讲的 很多东西其实是只是保健食品 没有那个大蒜的效果 那当然就是另当别人 如果你是吃有效的 但是你如果是真 甚至于你就真正的吃大蒜 吃生的大蒜 你每天如果固定在吃的话 我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他其实他是糖尿病 那他以前糖尿病嘛 他那个医生会开阿斯匹林给他吃 想说预防心血管 然后吃一吃 可是吃了以后他肠胃不舒服 胃食道逆流 这个全医师应该知道 阿斯匹林引起的肠胃不是 后来呢他就自费买保酸通来吃 保酸通是什么 保酸通是类似抗血酸的药物 可是他没有阿斯匹林那种 伤肠胃的副作用 所以他会比较贵一点 很多心血管的病人 都知道这一类的药物 但是他是健保不给付 他健保的话是如果你有做胃镜 有胃困胃食道 你可以不用吃阿斯匹林 可以吃保酸通 可是你如果没有做胃镜 你没有这些药物 阿斯匹林的过敏史 你还是要自己要买来吃这样子 那我那个病人他本身他就是医生建议 所以他就自己买来吃 那买来吃他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因为有一天他来看我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身上瘀青的很厉害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黄医师我怎么最近那个 一下子左手一下右手一下子腿 都会有这些不定时的瘀青 可是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他可能不小心碰撞 可是后来他有在注意的 怎么三不五十还会这样子 然后我说那你有在吃什么药呢 他说他有在吃这个药 可是他的保酸通 他阿斯匹林的保酸通已经吃了三四年以上了 他其实之前都没有 只是最近这半年来才有这个 那后来我说那你这半年来 你还有吃其他什么东西呢 他就说他想一想说没有啊 那后来他讲 有啦他最近半年前自从听人家讲以后 他觉得大蒜很好 然后那个姜这些很好 所以他几乎每天大蒜姜啊 这些多少都有一直固定在吃这样子 那吃一吃以后的话呢 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这样子 你可能大蒜的吃的太多 因为大蒜他后来他已经吃习惯以后 他一天可以三餐照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这个有抗氧化 那三不五时电视又爆癌症 他又害怕 所以他就更坚持一定要吃大蒜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吃那些东西的话 当然我没有说不行 那么你就把你的保酸通把它减量吃 甚至于的话就不吃 因为那只是预防性的 你必须要有意义的吃才有意义 药物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黄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Marchi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首页 同时我们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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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